中秋节将至为了陪伴若是韩氏提前过节 仁安基金会周末在中华国小的礼堂 举办了112年度韩氏庆中秋 现场并发放就业礼包 市长为家宴也出席与会 肯定仁安基金会周年照顾韩氏服务间断的爱心 也期免韩氏们自力更生 能够珍惜把握工作机会 在服务中找到人生的价值 中秋将至发挥爱心帮助若氏 仁安基金会23日在中华国小礼堂 举办112年度韩氏庆中秋 社长为家宴协同社劳课长肖子卫出席活动 感谢仁安基金会及花联平安站长罗嘉祥 自2002年成立至今 帮助过的韩氏不计其数 让他们感受社会温暖 帮助他们学习技能 找到工作成功自立 还有同等会做就业的学长 如果各位有工作的需要 可以来找我们或是到 花联师的就业服务方式去 来做优务院的一个知识 感觉自己比较适合什么工作 那平常有什么需要的话 或是有什么困难的话 都可以通过人安基金会 就是先去考人安基金会 然后我们也有关系的社会 跟他们来做联系 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来我们来一共协助 那我想在我担任市民代表 到现议员一直到市长后 长期以来就是都跟人安有做一些配合 那未来在工的部分后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我们人安基金会来服务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人安的伙伴们说 只要有遇到急难或是变故的部分 都可以到我们花联师公所的食物银行做一个领取的动作 那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让人安的所有的函事后 更有自信的面对我们整个社会 魏家燕特别提到 黄联师公所设有爱花联食物银行 位于中校国小和风心饼铺间 提供各项物资给符合资格民众前往领取 活动现场并提供疫检及疫诊服务 不只照顾韩士们身体健康 也顾及他们移荣整洁 仍然基金会宗职再协助韩士们找回自信 重新回到社会自力更生 且盼社会大众一起关怀韩士 记者讲方言黄联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